如果有人還在這裡 火燈在前面 現在是時間去 船員交集吶喊 眼前早已被野火瀰漫的煙霧覆蓋 籠罩得一片漆黑 夏威夷毛衣島爆發野火後 迅速吞噬了濱海的拉海納震 夏威夷多地已經燒成廢墟 不少民眾更是無家可歸 無店可用 善心民眾捐贈的物資 一箱箱陸續送達 希望能為這場重大災難 盡一份心力 而另一邊在災情最慘重的 拉海納震 不少夏威夷的居民 也聯合起來運送物資 由於當地海上風浪不小 再加上碼頭在野火中 嚴重受損 於是志願者只能向旅遊業者 借用水上摩托車 快速將物資送往前線災區 而除了總統拜登下令 釋出聯邦政府的援助之外 夏威夷當局也是全力投入救災 我們知道人們在做了很多 MauiStrong.Hawaii.gov 已經帶了100億美元 因為人們像Mr.Bizos和其他人 目前由於部分災區道路坦塌嚴重 救援難以抵達 為了避免民眾增搶物資 夏威夷消費者保護辦公室 也頒布價格動漲令 包括販售食品 醫療用品和電池等商家 在31號之前 都必須以原來的價格出售商品 禁止哄台物價 否則可能將面臨每次500到1萬美元的罰款 環宇新聞邱婉婷綜合報導 最具爆點的正式內幕 攸關荷包的財經動態 解析社會萬象 探討國際大事 周一到周五晚間十點請鎖定 環宇一把抓 黃島 跟餘 保養 常 agen